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没有推出新的版本 根据我们的经验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版本虽然写的过期了 但是还可以继续使用 什么时候就不能用了呢 移民局会在官方网站上写到 说我们从某年月日期 有了新的版本 旧的版本只能用到某一个固定的日期 那么这一点呢 还需要大家注意 我们有的申请人自己填写这个申请表 那上面说呢 我这个过期日期明明还没有到啊 为什么移民局不让用了 给我推回了 这个呢 那你要看移民局的官网 虽然原来的旧表 可能过期日期还没到 但移民局已经推出新表 明确讲到旧表不让用了 那个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司工作 工作证写的十年有效 然后你五年以后离开那个公司了 你不能说我的工作证上 有些日期还没有到 所以我还可以继续用这个工作证 这个道理呢 是浅显明白 那么这个表需要填什么样的内容呢 有个人的姓名 住址 个人的基本信息 还有呢 那你申请回美证的理由 像我们前面提到呢 我们这里Advance Pro呢 一般是和你申请绿卡的最后一步 在美国境内提交485 调整身份 一起来提交的 或者呢 是在交了485以后 基于已经提交的485 来交的这个131申请 或者呢 你的485已经交了相当一段时间 比如将近一年了 原来的131要过期了 那么你需要延期 你的EAD和Vance Pro 那么同时可以交765和131 那么表上还要有什么信息呢 可以填上计划离开美国的时间 还有计划返回的时间 这个呢 只是目前的一个规划 并不是一定要五次 如果过后旅行计划 有了一些变化 也是可以的 你计划离开美国旅行的目的是什么 去哪个国家 比如计划这个次数 是一次还是多次 这个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 在申请绿卡期间呢 填的这个131 不需要填一个单独的statement 你只要在表上简单解释就行 如果是拿到绿卡以后 要保持绿卡的回美证呢 一般需要有一个statement 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要 比如两年左右 住在美国以外 那么如果这个765和131一起交呢 一般来说申请人得到的 是一个所谓叫combo卡 这个卡呢 在下方印有一行字 就是说可以用来 用作旅行的证件用 如果你只交了765 没有交131呢 拿到的卡就没有这一行字 就不能做旅行证件用 如果你只交了131 没交765呢 那么一般来说 你会拿到一张纸 用来作为旅行 但是不能用来在美国工作 这个呢 就是765和131表的 不同的分工 那么为什么要 有这个交131表的机会呢 移民局的思路呢 是说申请人交了485以后 要一段时间批准 在批准前呢 你可以用这个131 离开美国旅行 然后再回来 不需要签证 这样呢 给申请人提供了便利 但是呢 根据移民局 最近几个月的处理的情况 在131提交以后啊 申请人呢 最好一直等在美国 需要等三四个月 等到批准了以后 再离开美国 要不然呢 交了131还没批 就离开美国 一般来说 这个I131 Advance Pro的申请 会被拒 这样呢 对申请人会造成一些麻烦 比如说你离开美国了 本来想着用Trival Document回来 但是被拒了呢 那你怎么回到美国呢 如果没有其他的 有效的签证 那就会有问题 大家知道现在绿卡批准以前 需要面谈 那有的时候还要补体检 那你如果不能回到美国 那就不能参加这样的面谈 也不能提交额外的要求补充的文件 就对你的485绿卡申请造成麻烦 这是一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呢 如果申请人拿的是F签证 Z签证 B签证等等 你交了485 然后呢 在没有收到Advance Pro批准的时候 就离开美国 那么移民局呢 可能会认为 你这个485申请已经放弃了 最后呢 他可能会因此不批准你的485申请 所以呢 大家看到 在交了131以后呢 在美国等待一段时间 等三四个月 一直到拿到批准书 然后再离开 或者拿到具体来说 拿到Combo卡 或者是旅行的Document 这张131的批准的纸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已经有了Combo卡 485已经判定一年了 然后呢 又交了延期 那么你在这期间呢 想要旅行 最好也在延期批准 拿到了证件以后 再离开美国 要不然的话呢 你的这个延期的L131 可能也会被拒 这延期就没有意义了吧 这个呢 是关于回美证 Advance Pro的申请的一些具体情况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